投资长 您真的是鼓海避雷争喔 这几天啊 艾谷沙身隆隆 创意跌停 今天伪创也一度跌停 可是啊 你这两周只买了一档艾谱 艾谱就连涨了六天喔 收盘价再创17个月新高 真的很厉害 谢谢 听说啊 你今天还进了一档 艾谱第二吗 对我会告诉你艾谱第二 跟艾谱很相像喔 什么相像 我暗示的很明显喔 还有人在聊天区 聊天室里面 做暗示的非常明显 什么暗示的很明显 我会告诉你 那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COVAX 为什么星云跌 为什么伪创这些股票 管达这些股票跌这么凶 他跟这些红刊 跟一些股票 跟艾谱 为什么现在差这么多 我直接告诉你答案 极其的高低与否 怎么看极其的高低与否 还有台湾股市 现在的修正 到底是良性的 还是恶性的修正 所有的AI大标股 通通在我今天荣耀华间 你一定要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今天是8月1号 台股上涨67点 收在17212点 美国的企业财报乐观 再加上经济有可能实现软着陆 投资人都在观察 礼拜五要公布的 7月非农就业数据 美股四大指数 周一是同步收红的 而台股方面 今天 AI股还是呈现分歧 大盘一度 由红翻黑 幸好最后是拉起来了 只不过创意再收一根跌停 而伪创呢 今天跌停 也打开了 到底 AI股的后市该怎么看呢 还有台股 接下来 8月份会怎么走 我们要交给经济日报 全国冠军 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 LINE粉丝 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 场场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哲荣 投资长 投资长好 一位 各位朋友大家好 投资长好 你好 对呀 林真是 骨海壁雷针 有没有看到 艾普已经连续了 123456 对你 I I I P1 对 六六大顺 展六天上展的 对 很多人的AI是 唉 唉 唉生叹气的 唉 然后突然就是我的梗 AI变BI 对呀 唉 结果选对股票 选错股票差很多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艾普为什么他会一直涨 除了基本面他是一个真AI股 他有一些原因 从这个原因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的股票会跌 你的股票会涨 好不好 大家跟大家独家教学一下 大家吸耳恭听 好来 因为回顾这一波投资长的操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记得你先前大幅获利初期卖出了10档股票 结果隔周 10档以上 就下跌了253点 好 更厉害的是这两周只买艾普 结果艾普就 连涨6天 但其他AI股 都很惨 沙身隆隆 像今天 创意 今天又再收一根跌停 还锁死 伪创 跌停锁死又打开了 可是 还是跌很惨 所以想请问一下投资长 接下来这些AI股 到底会回档到什么时候 是可以进场找买点的 还是说要再等一下 我今天给大家直接破题 好不好 其实很简单 就看你的AI 第一个是不是属于真AI 假AI 第二个 涨有没有涨很多 涨有没有涨很多 涨过多就过热 就这么简单 我们用COAS的概念 我今天只会破题吧 不要免得很多人说 我看了我节目说 我花好多时间在臭屁自己 我就准 我讲句实在话 如果我 你要听 99句废话 一句 可以 胜过 一句话可以胜过你10年功夫 还是100句话都虚假的 那当然是 前面那个 是啊 而且我也没讲那么多废话 我今天给你破题 来你来看一下 红康 这个都是台积电资本资助概念股 红康为什么今天可以碰到第二根第三根 他其实就跟艾浦一样 艾浦为什么可以连续溜线上涨 我问你艾浦 连续溜线上涨可是艾浦有涨很多吗 还好 还好 这就是答案 好 3231的伪创 今天来跌算红K 他有没有涨很多 有 所以答案出来 因为他涨过多 所以修正乖离 然后十字线我也跟大家讲 可是这个行情就是技术分析 回忆之处 每个人都知道十字线 就每个人都跌破的时候就走了 所以技术分析是最简单的 如果只用技术分析能赚到钱 我跟你讲隔壁的阿伯也可以赚钱 你懂吗 只有我们这样实战派出生的 才能赚到钱 好不好 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 你要去找不一样的分析师 为什么说不一样的分析师 因为只有泽泽 好不好 经过一切的认证 我们来看一下 每天花点时间跟大家讲 报纸也有报导 好不好 这不论风传媒经济共产都有 一度赔500万 陈思老师初期0050 倒赚千万元探 强者的孤独 这是强者的孤独啦 是啊 为什么 因为之前我是赔500万人的时候 很多人不看好 因为台湾股市要跌破 12000了 跌破1万点的 金融海报 金融海啸 那个叫什么 金融海啸 很多人笑在PPT上面笑 结果呢 我都说我是赢家了 你们真的觉得我的本事很简单 你可以参加经济日报悬果比赛 问自己参加一个虚拟悬果比赛 你有本事不要说180% 你有省事你能超过100% 我给你鼓鼓掌 基本上不可能啦 是 因为只有我能一直突破纪录 所以你要是不一样的分析师 你不是要似乎化马拉帕的分析师 我也跟大家讲 你看我节目至少有个好处 我是实在绩效 我不会给你 骗你好多跟暂停板 结果你有没有买到你自己不知道 对 我也不会出货给你 因为只能说可以看台湾50赚钱 我不需要出货 我知道别的头顾有 我跟他讲我真的很想写个头顾史 我都知道哪些头顾 你知道吗 没有说哪些老师这样做 你知道吗 可是我们绝对不做这样出货给你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人在都天在看 为什么摸人成为最大的头顾 就是因为 我秉持了做善事 不是用嘴巴说 我秉持了做善事的心情 我希望能怎么样 回馈社会 所以我也捐200万 给什么 给一些慈善机机会 那有人说 你每天有讲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为什么不能像国外的人 我要捐钱 我要回馈社会 为什么不能讲 有人说是为了结税 我说 逻辑怪怪 200万捐钱是为了结税 你当我数学是 不好还是你数学不好 对 有人为了 有人为了捐钱是为了结税吗 应该不是这样 对不对 当然不是这样 本末导致 这本末导致 你能结多少 30% 40% 然后收化者 你还不是捐了几百万上去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人在做天下看 我需要拉散的力量 好扯远了 技术分析也好 我虽然是一套真正确分析 尾创就涨太多了 那你来看一下 红磅 我刚讲的红磅都是 3587的红磅 真的不必紧张 你看这些肝掌而已 就打不下来 艾浦一面肝掌而已打不下来 你看今天资源 是不是这样 尾盘又基本上收最低了 为什么 我是不是说至少30% 那则则没有30%呢 没有30% 至少最差最差最差也要20% 嗯 没有20%呢 我绝对不买 涨那么多的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这最高多少 403 对 你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用403来去算一下好不好 来喔 403 403最高啦 乘上0.8 简单数学 322 他最低多少 最低298 那不错 那如果 所以说你还要再打底 可是那最少最少 我跟你说403多少 除以298嘛对不对 那我们来除一下298 298除上403 大概是27% 快75% 27% 有没有错 298除以403 他最低298吗 快75% 所以来 75%不是75% 73%啦 73% 就是回答了大概27% 23% 所以要至少回到27% 至少我想至少20% 可是我想买原则是要30% 30% 可是我不在乎 原则算是要30% 我认为30% 35% 是最佳甜蜜点 可是35% 我觉得不一定会达到 不一定会达到 回答 你听得到我回答 这是我想法 我路上现在很多人都学我的 想法没关系 我就是能在做天在看 我不去422不去马奥跑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公共的简讯 来 你帮我念一下吧 好 这艾普出掉嘛 对 请卖出一半的6531艾普 挂在320元卖出 我们多次加码 最高已经赚超过10% 这是最后一次的艾普 赚10% 前面的100多元的艾普 我不知道赚多少% 懒得算 我是给你讲最新的绩效 对 出掉以后呢 在上礼拜二 是 请买进6531艾普 挂在310.5元买进 当初在320元卖出一半的会员朋友 请买回一半 新会员朋友则是可以买进一等份的资金 一等份的资金 我请问你一件事 有哪一位分析师向我在公开预告 事前的台股最高点的时候说我要出清AI了 对啊 这次最高点那一天 那一两天 出清AI 同学没有 在这边 是 是 大盘的有没有看到 在这边啦 不是赤高点那边啦 出清的 可是三位指数你看一下 三位指数基本上我在这边跟你讲要出清 漂亮 漂亮喔 漂亮 你看这些股票AI股现在回转多深 你的爱有多深 你现在AI股 就有多痛苦 你就有多深 是不是 我说现在很多人都用我们的梗啦 比如说 死了就要爱对不对 然后呢 不是死了爱 这不是 这是他别人现在流行的 有AI就有爱 没AI就有Bi 是 我说过我今天不要听到吗 AI的爱就是爱不爱 你看两个月前的梗 到现在一堆人在用我5月31号 那现在呢 别人流行的梗 如果我既用别人的梗 你说别人用我的梗吗 对 是不是 他们现在为什么AI股他们会受伤 因为追高 我送给大家 死了都要AI 死了都要爱 我来唱歌吗 Music 我请一下 小韩来唱歌 死了都爱 这就是为什么散诺朋友 最近会受伤最严重的一件事情 小韩准备好了吗 好 Ready Go 死了都要AI 不用敢追高不痛快 不管多高只有追高 才赚钱痛快 没了 还有一个下一句啊 乱听了 没关系啊 不论世界毁灭AI都同在嘛 对 是不是 这个就是散户的问题 死了都要AI 那不管多高 只要追高 才赚钱痛快 刚才唱得很清楚嘛 要跟他Bravo一下 你们不Bravo不鼓掌一下 你很敷衍 两声一下 好不好 真的不错 这就是散户的问题 死了都要AI 不管多高 只要追高才赚钱痛快 所以你看 你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你看我选的爱卜 为什么很开心 因为我不去追高 我这散户在想什么 你不能因为大家现在 有点运有票房 我就AIAI 那个都似肉化 似肉诸葛量 我不是我逢高居高 全部除掉 除掉以后我 买进爱卜 连续六天上涨 还会涨 我真的能让他想像 如果这次 礼拜四法座会 讲得很好以后 爱卜要怎么喷 可是因为现在 还是很多人怎么样 很紧张 是 最恐怖的是今天 我在爱卜 居然 回胆的时候 对 买进了 啊 太厉害了 虽然成本离300 有点远了 我不能说买多 基本上 是不是买最低点 我只能说平凡之下 买超级漂亮 再走 我有说 AI抢钱大队 本人要抢AI 而且重点是爱卜就算了 买以后又再赚吗 每一次爱卜我都赚钱 对 成本越跌越高我还赚钱 这个 粉丝们都知道 粉丝们都知道 我这么多粉丝这么多会员朋友们 照不了假 你们看一下 来看一下 来 来来 我们跟他讲 我说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你不要 色话毛奥炮 来来看一下 这些都是一样 直播人数你自己看一下 超导比AI强 超导概念股 现在没有生出来啊 对啊 那个超导 我知道超导体 你说那个 室温超导体 要卡位 这不是同一个人 没有啊 就没有涨啊 韩国做实验 LK99 是不是 做不错我研究一阵子了 还我花好多时间研究这什么东西 好不好 来 来 只得算半个离主而已啦 来 226 来 今天直播人数1877人 这么多人每天20万的点阅率 我要再按多1.8 这些都不能造假 好不好 加53妈抢钱大对 大家都有 证明 我的会员们都可以证明 这些直播人数 这么多人 诶 点阅率动辄订阅人数20万的 有一个会员都没有吗 有可能吗 不可能啊 我已经说了我是全台湾 本身最多的 会员人数最多的 我说我不是每天寻闪1000万 再讲下去就变1亿了 我说有谁阴摸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物正业 我们不出货给 赏户朋友们 人在座天在看啦 其实很多人是嘴巴看起来很震惊 看起来很实在 穿西装很实在 其实一下呢 你看他连线 你看他讲的股票 都很乖 所以我跟你讲 连线的时候也少听一点吧 尤其亮早的股票 亮多的股票你可以听 你可以听为什么跌 可是听到有些人讲 莫名其妙的股票 不要怀疑他就是要出货给你 就是很简单 我们福利社就不会做这种事 好不好 来 那请问投赏 星云怎么了 星云 是星庚 我知道 星云不就是我说的吗 艾普为什么不会回党 艾普怎么样 刚怎么样 就一直涨高 不是不是 我刚才讲过了 来我们注意听我刚才讲的 没关系 连组织人都不懂我的意思 为什么有些股票会涨很多拉很凶 为什么艾普没有拉回来 因为还没有涨很多 是 这就是重点 所以你再问我星云那件事 3583星云怎么样 涨几根啦 从150一下给我涨250 前阵子才100块 你给我涨到150 你们都不在乎风险 对呀 就涨很高了 从100块涨到250 涨了150% 所以之前一大堆人笑我说 啊你那个 资源啦 赚50%就走了 好好笑没有 赚到最后 我才觉得你好笑 什么没有 股票市场 大风大浪 我看的比你多了 我承受压力我比你多了 我多少会员 在等着我帮他赚钱 我多少同业 多少人 嫉妒我多少酸民想要看我跌下来 这些大风大闹我都捡过了 所以我知道有时候见好就收 鱼头 给我吃 鱼尾 甚至我的鱼身 给你们也没关系啊 我的人生鱼身给你们也没关系 我不在乎 所以资源赚50%有没有错 没有啊 我们念一下那个资源 这很棒啊 我们念一下简讯 请卖出3035资源 挂在235元卖出 韩席报酬最高已经超过50% 100万赚到 150万 然后呢 除掉威胜 怎么样 请卖出2388威胜 挂在111元卖出 获利已经超过35% 100万变成150万靠资源 赚50% 再靠威胜呢 变成200万 50%就是35% 不是85% 而是 100%报酬 100万变200万 200万变400万 400万变800万 1000万变2000万 5000万变1亿 不是 不是不可能啦 我的股票是有价有量 我都讲前面啊 哪个分析师向我那预告前面 我今天一买的股票 就回头拉起来 那成交市值很大 不是几亿而已 是几十亿 我现在发费的够丹 大街小巷都在流传我下一档 爱补第二什么 不要听别人讲 听我的简讯为主 多少人反报我 你知道吗 我今天刚才讲 说泽泽 你有投资港股 我就说我没有 泽泽 我已经准备好钱 要投资港股 我就说我没有在做投资港股 我台股的会员都说 不管我给你做介绍港股 干什么啦 是不是 对啊 哪个分析师有可以给你介绍港股的啦 我就说加这些Line为主 好不好 你要参加别的Line 多一个A 少一个A 我不管你 你记得这件事情 好不好 对 我只会收汇费 我不会跟你拿 钱 说把你股票钱拿走 这不会喔 嗯 你懂吗 是 所以你的钱寄放在这边 你的钱会让人不投 不会 只会收汇费而已 就汇费 汇费讲到我们公司 而且讲的是公司的互贫 你懂吗 信用卡要刷到摩托我头顾 其他你通通不要相信 你听懂吗 嗯 OK吗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谁真谁假 你可以视讯 我这个月大概视讯我看我们100次 不夸张 我会员陪我们就知道那么多 你还是不相信我可以再说一次 有谁赢摩托我头顾的 你是我赢摩托我头顾的 我给他1000万 1亿也可以 我不要用543的 我给你几千万几亿 来看我简讯有没有造假 前提是 你简讯发几则啊 你发100折 你说你没造假也可以啊 你就选一张 真的有买的有什么用 你听懂吗 前提是你到底有没有会员 这则不是魔术师不是magician 这则是一个 很实在 可是很臭屁的人 就这么简单 你久就知道我在门 能在做天袋看 为什么我越来越大 因为跟我相处久了就知道 我讲话就是这样 很直接 很直接 很痛快 我个性格 我计较就实在给你看 卫生就这样子 艾普我也跟你讲啊 你来念一下今天的简讯 念一下 恭喜6531艾普 股价已经连涨6天 收盘价创下17个月新高 获利最高已经将近25% 手上持股 获利续报 有没有到 有没有到 最高获利025% 为什么你今天还回家嘛 你要就这样 那 接下 艾普第二什么 是 最好的方式 是欢迎来念下询 080 066 把脸包 我等一下先休息一下 因为我看到今天外资的一些讯号 我稍微看一下好不好 很重要 好喔 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加入我LINE 或者打电话这一块 或者加入我LINE 加入LINE以后可以加入Telagon 100%的文章在Telagon 70%的文章在LINE 可是LINE会告诉你连结是什么 Telagon的连结 以这些为主 其他你通通不要加入 好 你要被骗 我讲得那么清楚 好不好 我没有时间 一定要认清楚 花30分钟给你介绍 怎么样不要被诈骗 我不懂 好不好 休息一下 或者你想要加入 想要知道艾普第二是什么 艾普第一就算了 艾普第二是什么 什么股票 我等一下给你稍微暗示 可是你想要 最直接的 告诉你答案是什么 欢迎来你去查几 080-066-8085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外资今天买超81亿 但是最近想要问投资长 一个问题是 最近有很多股票纷纷解禁 但解禁之后 都不太好 像伪创上个礼拜五 捷径连跌两天了 今天温盛解禁还一度跌停 投资长怎么看呢 虽然我们福利市有说过 就捷径号跌 会不会真的跌 真的跌了 可是跌了以后会不会再上去 我觉得 有机会 因为这一波 他不是 因为你见识 好 你可能惊讶 可是这一点都不惊讶 因为这些我都预告在前面 我不是说话 反正现在还没跌完 没差 伪创这种股票 他一定要经过30% 的报酬 的回答 他才会真正的走 第二波是健全的 你不要一直受那些影响 受那些短时经历的影响 我一直涨 我这边跌再涨 这种股票不健康 他真的到时候崩跌的时候就这样子 为什么 创意一样 我请问你创意 他有没有回答过 没有他从 1000块到2000块 根本就没回答了 就现在两根跌停满 你越不回答 你越 就像地震一样 你知道所有的地震都这样 为什么会有那种大地震 比如说 5.0 6.0 7.0 为什么 因为你平常没有宣泄这些压力 懂了 你现在下跌就是宣泄的压力 昨天PTT很多人讲 我伪创我之前赚了几十万三百万 我昨天卖掉了 我可惜今天想再买 你听懂为什么 因为他随便卖随便赚 这就是多头市场 多头市场就是 还展 还展几跌是多头 为什么还展几跌 因为伪创我这件事 因为有些都同步了 我一直讲 伪创这种股票从 40块一路涨到160 昨天跌停也好 或今天 大跌要跌停的时候 我不认识160卖 150卖 140卖 135卖 我都赚钱吗 对啊 所以今天我怕是跌停 所以我随便卖随便赚 就是因为我随便卖 所以会跌得很快 所以会急跌 所以 还展 急跌 是多头 没关系我们就近听 你就近听我讲 还展 急跌 是多头 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讲 还展急跌多头 伪创 在这边 真的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多头市场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了解多头市场 在这边你才知道 未来的趋势 该怎么走 好那我刚才讲到一件事情 我先解个大盘好不好 你刚才问那个两个问题吗 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 你那个 Wayson 是不是 对 我们直接讲Wayson 我在解大盘 我直接跳Wayson 好 Wayson 大跌 Wayson 没有回答吗 Wayson 我卖掉以后它在拉起来 可是你现在就 你就不用紧张了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会不会 怎么样 原本三 原本四座三 不需要紧张 是 不需要紧张 那这种 重点是 不用管解不前进 重 不用管解不前进 重点是它转太多了 就是你 很简单 所以你看我的简讯卖不漂亮 那我们来念一次 好 来 请卖出 2388 Wayson 挂在111元卖出 获利已经超过35% 团支朋友 就像我想的 资源也好 Wayson也好 你可以笑我没有卖这个高点 可是你笑越大声代表你是股市菜鸟 代表 你跟别人一样 你相信赚钱很简单 赚钱 酬饮钱到现在都不简单 这则能变成这样 某头不能变成最强势 是因为我每天平均就9点多下班 我假日的时候 你去问一下任何同门 打电话可不可以找不到我 绝对找到 我跟你打包票 一小时内回电 比你们任何服务人员还服务了 我就这种人 人家找我的时候 一位我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周末我没跟你开会 没有 每一次都有 每一个周末 每一个周末 我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才能选择最重要的标本 我不只是对各位同仁 很严格 我对我自己跟变态 就这样不好意思 好不好 我要跟搭点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卖出2388的威顺 卖掉以后 你们怎么会相信 赚钱很简单 这个 最后一点点给你留给人家赚 我要是下一档爱普 我全部出掉到现在有错吗 没有啊 所以我换掉爱普以后 现在很开心 爱普今天回等的时候又买 所以爱普年6天上涨 我妈想像 一拜四把周末 他会喷多久 而且他是符合这个低基期的股票 你现在不要买高基期的股票 我讲过了 星云 拜托 真的 最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回答 所以像微创一样 我150买还是200元买 还是230买 我都不管 反正我随便卖 随便赚 所以会点击买 这些股票不回答30% 怎么样 你还真的死了 都要什么 都要AI 不追高 不淋漓通快 是不是 不赚钱通快 你还相信吗 是不是 真的不需要这样子 好不好最后一句在常文故事 第二句 来吧 不管多高 只有最高 才赚钱通快 继续 不行了吧 后面是换词 后面换词 没关系啦 好没关系 反正死了还是都要AI 是不是 是不是 唱得不错吧 music 好不好 真的很棒 来 大家 大家没有理 说话说扯子 精神看不好 看起来不好 你们不要这样子嘛 你们走不了 要我每天吹 你就赚钱 为什么我精神不好 我先买Apple D还赚钱 是不是 你也知道哪一檔股票啊 是不是 继续昨天跌的股票 我们老多 来 现在回答很正常 所以 不要追高 好不好 AI第二不要太快喷 还没买到 这个一听就知道会员嘛 会员就知道 不要跟别人讲 这是你的 不要每天 这是你的权益 自己的权益 好不好 只是蓝店是不是纯纯运动 蓝店今天有看跌啊 蓝店当然好啊 蓝店是不是就跟之前的资源一样 怎么样 跌无可跌 你们再看一下喔 3035 所以股票就跟人生一样 高高低低 低低高高 高高低低 低高高 你有时候觉得A 有时候觉得A了 股市下来嘛 对不对 对 来 A了A了股市没有 有时候觉得什么V V了 又V转了 V转上去 一个AVAV的 你在搞什么 是不是 你会觉得这个行情好像很夸张 我希望Everybody反而动起来 动起来什么 跟着我的股票 是不是 跟着我股票 所以资源是一样 你看以前 这跌是这样 你看喔这一段 我把这一段放大 我把这一段放大 你在这边买会不会很想死 这个股票多少 160会想死吗 今天就算跌停还312 还股价涨一倍 对 真的 这就是股市的奥妙 这就是人生们高高低 就像 台湾50跌到台湾50 跌到不到100元 大家在笑我 我在笑别人 怎样 我笑 别人笑我太疯天 我笑他人看不穿 我现在这个行情 我要再给你结论 AI绝对不会死 AI还有行情 AI这一波是健康修正的一波 而且AI这种修正波我很喜欢 因为他是靠台湾股市 穿新高的时候修正 第二件事 他是靠韩国股市 记起来韩国股市穿新高的时候修正 第三件事情 今天期货作单又大幅度增加 昨天减少4800口 对不对 今天作单又增加4111口 而且 刚才现货还买超8几亿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股市 现在已经纷纷在创新高 所以这种回答很好 把高的AI打下来 去近低的AI 这就是我想要的 健康正常的轮动 记起来 所以这样开心 所以你要找我 我是最懂节奏的男人 我唱歌节奏不好 可是股票节奏我非常好 好不好 为什么 我在股票是很能那么厉害 因为我不做一些无所谓的事情 我唱歌就不好定 叫我唱歌要干什么 我打电动 对我来说 我就是 我没想要花那么多时间在上面 我只能运动 运动是可以说服我 因为你们希望我看起来有健康的敌破 你看 我刚才今天看起来可能眼睛没有增大一点 所以只能看起来很累 没有累啊 我其实很开心 我昨天业绩 创新高 创新高 我们三个月六个千万老师 上三个月六个千万老师 这个月不管多难 三个两千万 是啊 很夸张 很夸张 如果 你们觉得台积电是 是幸福企业 那我跟你讲 那那个摩尔就是超级幸福企业啦 好不好 那个影響业务同仁的薪水 都比台积电薪水高 比联发客薪水高 比联发客薪水高 我们给你胡扯 好不好 平均薪水我们给你胡扯 欢迎比较 好不好 来摸就来对了 好不好 今天也要去看电影 对今天要去看电影啊 是不是福利 然后月底嘛 要去想A就已 不好意思 我们就是敢砸钱 我们就知道最优秀的同仁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愿意砸钱在同仁上面 同仁怎么会给你贡献 最好的服务 最好的标股 在身上呢 在你身上呢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很多人说 想A就已大家是不是很多人想去吃 没吃到 看一下 哲哲越看越年轻 不错嘛是不是要讲嘛 台币大扁 穿坡到新高 这个代表是台币扁无可扁 最坏的一个 看 看不肯的任务 就像摩尔一样 一达成不肯的任务 往成立 成为投股界最大的业者 好不好 跟着哲哲走 别墅靠海走 海景第一排 靠海的别墅不太好了 说老实话 因为很容易潮湿啊 我都研究过 讲实务战务实战的 是 这这么帅啊变帅哥的 那个长XK度 好不好 会员需要 怎么都写在这里呢 对啊你跟我写这个 没关系啊 简小姐会员需要身份证正反面吗 当然要啊 因为合法投顾 没错 合法投顾签约当然要 因为怕是人头 好不好 上面备注使用注 这我不知道 我不是业务同仁 你不要这么写 幸福系列大家应该跟莫可看齐 还缺员工吗 缺员工 可是你要确定 你要确定你的能耐操 可是我跟妳讲 同样是比如说假设是300万的薪水 某某绝对 没有比台积电超 台积电可能300万要你命 要你很认真啦 好不好你也认识嘛对不对 对你也认识很多跟同仁师 绝对没有台积电超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这不是要介绍 缺员工 缺员工 会员现在也可以来啦 好不好 好不好 对啊 缺员工也缺会员 大家都来 都来 拽责责万润 谢谢你们好不好 星星有没有穿星星高 万润我也是看好股票啊 可是万润不是跟他一样吗 我问你就是放开心胸 万润有休息吗 天哪你们都忘记这一波啊 你们记起来好不好 这一波奇产典 只要股票涨到一倍了 是80块 找到多少 涨到快一倍了嘛 70块找到140 快一倍的修正都很正常 你不要问我修正都很正常 那你说 他一定要透过时间历练 什么时间历练 来 6531 爱卜 那个 17 我刚才一直 你来 你来 我要你上电视 你画面给我 你来 拿着牌 他一直在告诉我时间 我不能再讲了 好不好 我不能再讲了 因为我们今天要怎么样 今天如果超过时间的话 要一个人500块钱 对 你看 我要爬肥浅啦 你看我都很怕造成大家困难 困扰 因为今天要看电影嘛 所以我要早点结束了 我们是幸福企业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们这样包产 我们是幸福企业 产地就不用跟你讲 来 来这边跟我要签名 好不好 免得困扰 好不好 所以要早点结束了 不好意思 我们幸福企业 不然他到时候电影看不到 那个ET看不到 所以你看 我们这么多研究团队 这么多 不要说研究团队 后置也好 这么多人 好不好 主持人也多 什么都多 就是敢砸钱 因为我要砸钱 才能做 才能拥有最好的研究团队 才能拥有最標的标股 来 那艾浦为什么 艾浦为什么没有 艾浦你看他不是没有 你看一件事情 他需要时间的琢磨 我们来看一下 记起来 好 艾浦是不是看起来没什么涨 可是有啊 之前100块涨到400块的时候 100块涨到400块 这一段还蛮陡的 可是涨多少 3月31号就320了 对 跟前一波的走势差不多吧 前一波最高点 前一波期间点不是320吗 好 我从170到320是不是涨很快 有啊 可是3月31号 基本好像是5够红的时候 是 记起来3月31号 这个时候 好 3月31号到现在才官创新高 经历多久 经历的快4个月 所以他需要时间来琢磨记起来 时间琢磨完毕就喷出去 所以艾浦 他如果 要强势整理都在135到166之间 那他需要时间来琢磨 可是如果时间琢磨不够 或者你想要快速的时间的琢磨 就是打底的马上反弹 那你最好办事是快速 杀下去 要急 那就会快速反弹 知道吗 要嘛就是时间 换取空间 要嘛就空间换取时间 要嘛就时间快点 要嘛就快速跌过深 知道吗 要嘛 要嘛就是时间久一点 像艾浦一样 我盘整4个月 要嘛就空间 大一点 跌够快 记起来有没有办法 所以我这逻辑都一样 有没有学到东西 好不好 因为我很计较 人家说 都在抽屁自己 也有教很多东西喔 好不好 来 同心店什么陈崇敏 这什么意思 酸酸酸解一下 没有这个 以我讲股票为主 好不好 超值工作 单员工干嘛 单酸酸会员不就好 每个人想要单的不同嘛 好不好 来 酸酸解酸酸酸 酸酸酸酸 好不好 来 加入会员 即便老板 没有错啊 加538 哲哲不喜欢输 哲哲也很难不赚钱 哲哲不喜欢输啦 我只能说行情好的时候 真的比较好赚钱 知识话 好不好 唯一在凌晨3点发文章 你要说唯一 唯一在凌晨4点发文章 也是我 唯一在凌晨5点发文章 也是我 好不好 来 星星有机会串新高 星星有机会 可是星星 要嘛就跌深一点买 要嘛就串新高买 因为他的法作为实在太遜了 所以股票还是要公司愿意 肯炒股 爱股就是一家 不要说炒股 肯爆好消息的公司 好不好 你听懂吗 肯爆好消息的公司就高潮了 好不好 所以这都是一样 剩几分钟 一提你不要赚我那500块 是全部的500 全部人都500块 5000块以上 30分 是35分不能超过 对不对 他说不能超过35分钟 好 剩3分钟 快乐时关冲冲过去了 好不好 虽然这5000块 因为10个人5000块得着付得起 可是这原则问题 我要让他们看不可能的任务 我要完成我不可能的任务 话要少一点 好不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 今天爱普第二 我只跟你讲 他爱普第二 今天的你记起来不要到时候说我怕红 反正会员朋友都可以做证 我这么多会员朋友没要做假嘛 他是选这一两天落势的时候 台股落势的时候他特别强 我一直喜欢选这种实穷接待线 所以他是符合爱普 爱普昨天强今天强 昨天 昨天尾串 这是大跌跌停板 今天也在大跌嘛 所以我选这两天 尾串 这些尾串管达 很恐怖的时候 崩盘的时候 的股票 可是就像爱普一样 这两天 AI股大跌 然后他们大涨的股票 你听懂吗 他们大涨的股票 那就爱普了 还有什么 爱普第二 我今天进场 我这样暗示 这样 这样暗示很清楚 这样暗示很清楚 你不能再讲 你不能再讲好不好 你不能再讲 今天 实际一般的时候 马赛克你看得懂 随便你好不好 来 来 在这边 请买进 叉叉圆 再挂在叉叉圆买进 这普通会员 是 特别会员也认你 已经先进场了 好不好 所以我不要去说话 不要去马后炮 我不能对我做 我一切一切 我预告在前面 去想想看 你还剩多久 那剩10秒 那就拜拜吧 40秒那才不及啦 你不要挖我盾 那你移会你刚才结束吧 欢迎来进驾许 0800-668-085 0800来也帮你帮我 下次 我说话算话 下次我再也不要赌这500元了 可是我不在乎 反正大家开心叫 说话算话就是我 超死的随便我讲 说话算话就是我 欢迎来进驾许 0800-668-085 那我答应你 另外一件事 说话算话 这是我们公司团体内部事 我答应你 会员朋友们你今天来 我赶快明天让你买到 尽量让你买到同样成本的 艾浦第2 你不要买贵嘛 好不好 肯定要带进驾许 0800-668-085 或者加LINE 或者Telegram私讯我 不能断过错 一切一切我遇到前面 去乡看你的商量分析 有一处会不能够 赚大钱 拜拜 好因为有好康了 给我30秒 剩在投资长身上 今天呢 艾浦 投资长连两周当中 只买了这一档 已经连长了6天了 他的获利 是往上冲的 所以他今天 再进了一档 艾浦第2 趁着成本还没有赶快 拉开的时候呢 赶快进来 跟他一起拥抱标股吧 电话请播 0800-668-085 0800-668-085 这个标股不等人的 荣耀华尔街 我们再会 观众朋友注意哦 最近诈骗盛行哦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外都不是哦 LINE小组 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哦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J通通假冒 最后是赞的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 66 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